各位朋友,現在是4點17分 今天我出來的有點早 我剛過這個 這個叫什麼 中山足球場 現在不是叫中山足球場 原山,原山滑坡 剛剛過這樣 今天出門的有點早 今天也是打算佛系跑 今天這麼熱 可能叫餐的人會少一點點 叫飲料的人可能會比較多 我也不知道 不過晚餐大家應該正常都會吃飯 所以現在都很難講 不過不管怎麼樣 反正就是順其自然 不要給自己設太多的壓力 不要給自己設太多的標的 要求 每一次影片都會來聲明一下這個 其實也是給我自己一個心臟喊話 因為有時候我會越跑 心情壓力越大 當然要給自己喊一喊 希望自己要記住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當然也是跟大家就是 互相勉勵一下 因為我知道有些 這個司機夥伴 好像也是跟我差不多 跑一跑的壓力就出來了 這樣子 我這幾天的這個 這個地標一樣是60趟 其實齁 我是認為可能會跑不太出來 不過 不知道 反正跑跑看吧 沒想到才剛彎進來天降路 馬上就接到第一攤 我的開市單 要去區城市去取單 去城市的單 好啦 早早就開始 好兆頭好兆頭 這台是怎麼一回事 怎麼會這樣子 各位朋友 我剛剛送一單到馬捷醫院 復興北路四百多項這邊齁 從剛剛旁邊的便利商店送過來 結果我要按完成訂單的時候 系統不讓我完成 他認為時間太短 也沒錯啊 因為我過來不到兩分鐘 笑死了 我現在得在這邊 再多等個一兩分鐘吧 各位朋友 剛剛送一單到復興北路四百多項這邊齁 那送來這邊 基本上來說我要趕快跑回去 跑回這個單比較多的地方 因為這裡算是 我的斷單區 所謂我的斷單區的意思是 我在這邊都接不太到單 所以我要趕快跑回去 跑回去可以接到單的地方 這裡的話就是 離東華北東華南蠻近的 那我就會往那邊走齁 因為景州街那邊 其實基本上來說 我不太容易接到單 所以我也不會去那邊碰運氣 我會直接往 我比較有可能接到單的地方走齁 那就是巴德路 還有就是大安 大安路啊 那邊 我會往那邊去這樣子 我現在要趕快衝過去啦 我剛剛忘記講齁 現在是7點41分 7點41分這樣 我剛剛慢慢 我正在慢慢的離開盲區 我的盲區這樣 那我應該會先到 看一下 這裡應該 我在 麥當勞 明勝東山麥當勞 我會先到那邊晃一下 看看那邊有沒有單 然後沒有單的話 我才趕快再離開這個區域 趕快往那個 等一下等一下 單到了 我要看一下 這59塊錢 2.8公里 哇 明勝東麥當勞 等一下我看他要送哪裡 送復興北路 這單我好猶豫喔 算接好 接接接接接 因為我要充單量 各位朋友我現在又在復興北路 這個 巷子裡 沒錯齁 我現在又趕快再離開這個地方 離開我盲區 我剛剛在這邊接到一單 明勝東麥當勞 不錯 今天沒有讓我等齁 因為之前這個明勝東麥當勞 常常讓我等齁 等到我就是 有點不太想再接到他們的單 不過我剛去的時候 他們的單都在架子上放好好 放滿滿的齁 哈哈哈哈 看來應該是沒什麼人去收 好 那我就收那一單 然後往復興北 尾巴這邊送齁 這樣那 我想說那邊 差一點點就要去大直 我實在是不想 而且這邊是盲區 所以我要趕快離開這邊 好 那 看一下 這裡 應該是直走 應該是直走 對 直走 那我現在就是一樣 按照我剛剛的計畫 我會往明勝東山 那個 那間老牌麥當勞的方向前進 看看他有沒有單 沒單的話我再離開 這樣 那間麥當勞我是很喜歡 因為他的單 單量多大破表 哈哈 我有一次中午 那個時候我還在跑午餐時期 光接那間麥當勞的單 大概接著七單 啊 七單還八單 其實我有點忘記 反正就是多了不得了 好啦 沒話不多說 現在趕快往那邊前進 好了 剛剛接了一單德克薩斯牛排館的這個單 啊 因為離我蠻近的 所以我這樣拐一個彎就到 結果呢 他們還沒準備好 他們大概要十多分鐘 哈哈 啊 直接七單 等那麼久就放棄了 那我還倒不如 慶城街就要前面 我倒不如到慶城街那邊去晃一下 看看慶城街會不會有單 那邊也是熱門點 有聽到嗎 各位朋友 他那個主機不要幹嘛了 這個台北市警察局的主機 各位朋友我現在在仁愛圓環 我剛剛送一單到這邊來 那我現在看到地圖 我剛好夾在兩塊紅通通的這個區域的中間 這邊是淋江街夜市 然後這邊呢是東區 這樣 那現在我兩邊讓我去選 那我應該會選東區吧 所以我現在往東區這邊前進 在那邊等等看 看看還沒單 目前8點45分 其實已經跑了 目前一直跑21趟 我是有想要再衝個4趟 為什麼呢 把我昨天的15趟把它補到20趟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邊已經跑36趟 想辦法再跑個4趟 然後就把它補到40趟 那我明天就跑20趟 這樣我這趟行程就可以拿到 把這趟的趟獎 那還有4趟嘛 現在8點45分 對我來說其實還有一個多小時 那我應該會待在東區這邊吧 因為淋江街夜市那邊 我有跑過 但是我還是不是太熟 系統可能 不太記得我 所以我應該會往這邊跑 這邊系統比較記得我 好現在就過去 我在全聯 中校東四段這間全聯 我剛接到一單 然後就很開心的跑過來 因為我看它那個 商品裡面看起來項目也不多 大概10樣 然後也沒有什麼水啊什麼 下去看一堆水果 還有一顆小玉西瓜 一顆小玉西瓜 然後沒買袋子 沒有買袋子 那我就沒辦法啦 所以說我有準備袋子 我有準備這個袋子 紅色這個袋子 就是去應付那種不買袋子的客戶 但是我這袋子很小 基本上不太可能應付它那個 我看一下 這個接 又是全聯的單 接一下 然後我看一下這支什麼 七項 不知道這有沒有買袋子 不管 反正我先另一個袋子下去 我那袋子真的沒辦法裝 我就放棄 你看看那個西瓜這麼大一顆 然後還有芒果好幾顆 我怎麼可能呢 當然放棄那一單 我去接這一單 好啦 這一單也是沒買袋子 我用我自己袋子裝一裝 聯想可以裝 那就接 剛剛那一單有西瓜的 這根本不可能塞不進來 當然直接棄單 各位朋友 我是安和路 這幾段 安和路幾段 一段這邊巷子裡面 剛剛送一單過來 全聯的單 其實我已經被系統帶到 林江街夜市旁邊 就是通話街這裡 我想進來都被帶過來 那麼我就乾脆往那邊走好了 前面是新一路 左轉就是通話街 反正我還差三單 那我就過去碰碰運氣 這樣子 看看通話街 林江街夜市 會不會 賜我幾單呢 我剛剛看一下地圖 這邊也是紅通通的 現在紅通通的 那麼就過去看一看 各位朋友 我在林江街觀光夜市的入口 我決定在這邊等個五分鐘 看看有沒有單 因為裡面我之前有來過 有一些小吃 都蠻多人會來收的 我想試試 在那邊等等看 等不到的話 我就 往101去碰碰運氣 沒有9點了 應該他們百貨公司都快休息了 算了 應該是往東去碰碰運氣 好 各位朋友 目前我在四維路這邊 接近仁愛路圓環 那麼現在是9點46分 9點46分 我剛送我手邊的最後一單 到這邊來 到這附近 這樣 目前 我已經跑了25趟 那這個費用大概就這樣 今天沒有達成十星三百的這個 這個機會 但是因為我其實也是 剛開始是佛系跑 後來我才想到說 我應該來沖一下烫翅 把昨天的那個 昨天沒有跑到的烫翅把它補一下 所以 所以後來就是比較偏沖湯匙這樣 那今天系統 就是 前面有無縫 一直到我被送到 仁愛圓環這邊 之後才開始沒有無縫 這樣 這樣 那前面雖然有無縫 但是那都是 感覺很開心的無縫 為什麼 因為它都是 那個短單 然後都是一單一單的 它沒有就是假單 所以在這樣狀況底下 其實這個無縫的烫翅就衝不太起來 這樣 然後它也因為都是短單 距離很近的單 所以價格也沒有很漂亮 這樣 現在9點48分 我現在是決定 就是往這個 東區那個方向走 這樣 我剛在那個 林江街夜市 收了 三單 各位朋友 前面有一位這個騎加拿車的夥伴 他是被大包耶 好酷喔 那麼 我剛在林江街夜市那邊 就是收了三單 這樣子 正確來講 三單沒有錯 三單 兩單滷味 然後一單麥當勞 然後把我的這個 燙刺 把它補 就補齊了 這樣 還算OK 應該講說還算幸運這樣 那麼 接下來我就繼續維持上線狀態 雖然我已經完成25趟 就是5趟是補昨天的 5趟補昨天的 那今天就20趟這樣 雖然我已經補了25趟 但我還是維持上線到10點 然後我現在是會往東區方向走 這樣子 去碰碰看 碰碰運氣 看還會不會有單 這樣子 一單兩單都好 OK 那現在要過馬路了 過馬路 這邊有 他騎單速車 天啊 超酷的各位朋友 他騎單速的 我好像見過他 我有見過他 好啦我先過馬路 不過過了馬路 我又不太確定 是不是我見到是他 可能是他吧 因為會背著大箱 然後騎單速車 那個 的那個司機真的是不多 因為騎單速車真的是要很有愛 說老實話 因為單速車 他就是速度就是那樣子 就會卡 卡第一個齒輪這樣 所以 他可能是蠻有愛的 或是他真的很喜歡騎單速車 這樣 好啦 廢話不多說 反正我就 慢慢地 晃進東區 然後看看會不會有單 這樣子 呦 我想從這邊 鑽進去 好危險 OK 我從這邊過去 到那個 那是大安路吧 到大安路那邊去晃晃看 反正我就到十點 十點一到我就下線 然後我要去吃東西 因為我今天還沒吃東西 喔 中午太日我就懶得出門 所以我就沒有吃東西 我也沒有在家煮 連泡麵我都沒有吃這樣 那又因為很熱 灌了超多水 所以其實胃都灌得脹脹的這樣 所以就 沒有感覺很餓這樣 然後晚上 晚上要出來跑的時候 我就想說 應該要先吃點東西再跑 結果呢 才進來沒有多 就才上線沒多久 就接到單 開始一路跑了 這樣子 一路跑到現在 就一直沒有什麼機會吃 不過水倒是灌了不少 真的很熱 好啦 OK 廢話不多說 我要到那個前面 那個是 東區這邊的這個熱點 這樣子 好 各位朋友 我在敦化南路一段的巷子裡面 剛剛又送一單到旁邊的巷子裡頭來 這樣 那麼 所以我現在又多了一單 我現在 十點零五分了 我決定要下線了 然後我要去找吃的了 好 那我們明天繼續吧 我們明天繼續吧